而爭吵婚禮除了菜色號稱疫情後最澎湃外 就連殷取也不馬虎 找來了百輛抽跑將新娘接回家 排場十分盛大 新娘來頭也不小是嘉義當地望族 引起當天阿龍塞特地準備了100輛抽跑 其中不乏馬沙拉蒂、B&W、賓士等 最貴的一輛當屬麥拉倫 新車要價1780萬 而新郎湯貴曉禮車則是保時捷 一路駛向新娘家 牽起新娘的首相岳父岳母拜別 搭上禮車後百輛抽跑一字排開 現場燃放鞭炮十分風光 轉換焦點來看到女大聲出境失聯 引起社會的關注 如今案情大逆轉 警方證實她並非遭到人蛇集團的控制 而是獨自前往緬甸來找男友 還傳出女大聲出境前透過手機向詐騙集團 借了2000元的泰達原性台幣6萬元 是還債還是如網路所言千賭 警方目前正在釐清當中 近以女大聲失蹤案引起全台關注 一T2對獨家掌握 零星女大聲出境前在跟緬甸從事詐欺的男友 借了2000元泰達幣 大約新台幣6萬元 讓外界懷疑是要還債或是如網路所說 有在玩地下千賭 回顧這起案件 警方原本以失蹤人口辦理 但透過衛星定位 竟發現女大聲出現在桃園機場附近 於是改以人口翻運追查 女大聲搭上前往倫敦的班機 中途在曼谷跳機 5個小時後入境緬甸陽光 一名網友自稱是全球反詐騙組織的成員Sammy 在PPT日前發文透露 女大聲心甘情願被騙為愛赴緬甸 即便園區放人 但她就是不肯上車 整起案件動用到的關係與成績 前所未見 最後Sammy無奈表示 不知道女大聲到底在幹嘛 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 由於女大聲的態度十分強硬 目前刑事基於外交部勸說回臺 全案只能等到林女回臺 傳喚刀案說明案情才得以釐清 而現在有知情人士就透露 說這名林姓女大聲的家人 其實每個月還會給她一萬元的生活費 而且她自己還有打工 但是因為她自己非常非常的 想要賺錢 因此她也要玩地下賭盤 現在專案小組就證實了 說這個林姓女大聲 她的舊手機裡面 疑似就有博弈網站現金版的賬號 還有千賭記錄 根據CityOne報導 林姓女大聲上個月才剛透過網路 認識了在緬甸從事詐騙業的新歡 因此警方初步排除她被脅迫出國 很有可能是單純去找新男友 但是也不能排除她是被新男友以觀光的名義 把人騙去緬甸 而警方專案小組目前就朝著 李姓男子曾經與林姓女大聲共用手機門號 經過數位財政之後就發現裡面疑似有博弈 網站現金版的賬號以及簽註記錄 不過有關林姓女大聲欠下賭債的傳言 現在都還在釐清當中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舊手機內並沒有林姓女大聲 向人借錢或者是借虛擬貨幣的紀錄 而對此警方表示 目前研判林姓女大聲並不是被挟持逼迫出國的 因此專案小組已經停開專案會議 但是仍然會持續的釐清 有無幕後犯罪集團介入 而現在大家也非常關心這位女大聲的動向 而一都傳出她已經離開緬甸園區了 也買好機票要回來了 不過記者透過相關人士來求證 最後得到結果是沒有 據了解她沒有要回來 自己要回去園區 去了很久都沒有用 是而且看到有人說 甚至這個女大聲對於來救她的救援人員 甚至還說男友不走我不走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她繼續留在KK園區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就有這個在緬甸的華人 他們就表示說 一旦你進入這個KK園區 也就是詐騙園區 你會有什麼後果 女的就不說了 該懂的都會懂 靜益大學女大聲失蹤案 引發全台關注 現在已經證實她人在緬甸 但卻一直不願意隨救援人員返台 根據《金周刊》引述知情人士的報導 呂大聲有在玩地下遷堵 先家人給她一個月一萬元的生活費不夠 這可能是她出國的原因之一 但緬甸詐騙園區的情況卻讓人擔憂 根據《中時新聞網》報導 在地華人透露 園區設有高牆和鐵絲網 被送進去的人很難載出來 而裡頭的人也必須幫忙詐騙 若業績沒達標 男的會被虐打 女的就不說了 懂的都懂 參與救援的人員透露 淋女自知被騙 但很樂意 上了救援的車輛後 還堅持要回去 目前已經幫她買了機票 就看她之後 願不願意上飛機飛仰光 啃的話就會回來 她的家人 救援人員 以及關心她的人們 都希望她能夠平安回到台灣 遠離這種危險的地方 李大生究竟為何出國 眾說紛紜 一切只能等到她返台 才能釐清 我們來回一下網友留言好了 因為剛剛我們前面 就是有播這個高雄 中泡塞曲西部辦了 超級豪華流水席嘛 然後我就說 天啊好想吃那個生魚片 那個黑鮪魚就是現殺 看起來真的是超級豪華 超級豐盛的 對剛剛超新鮮的 沒錯 然後我就看到有網友這個意 他就說凱依你等一下下播 你可以去吃啊 可是這個上班日外送點這個生魚片 不會有點太豪華了嗎 然後我還看到 我的網友哲戒 他就說外送點起來 可是外送點得到生魚片嗎 好像點不太到 我沒有點過耶 我也沒點過 不然我們等一下下播我們來看看好了 有的話我們今天就是 午餐的那個外送 我們就來點生魚片 豪華一下 對那說到外送 我們來看看 最近也加入這個外送行列的 捧恰恰 對 這是我們的 鵬哥因為拍電影 欠下了2.4億元的巨款 那他在2020年宣布破產 那他為了加快緩產的速度 自己創業賣泡菜 甚至還親自外送到家 連34歲的兒子都一起幫忙跑腿 而他也心疼兒子變成了富二代 彷恰恰在臉書上分享 泡菜創業生活 並且表示 很感謝我這個兒子總是一直挺著我 人家其他藝人的孩子是富二代 他卻是富二代 但他卻都沒有任何的怨言 就是笑笑的說 要陪我把債務還掉 鳳恰恰感謝兒子的支持 表示自己雖然走錯路 但兒子卻一直陪伴在身邊 仍然願意陪著他一起研究 開發和送貨泡菜 父子感情越來越好 我一直跟他說 仍要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希望有一天 我能跟他證明 他的爸爸雖然走錯路過 但是他真正願意 為自己負責任的男人 做一個有榜樣的父親 為大家插播一則最新消息 昨天晚上離世的還有另外一位名人 他是香港資深影星吳耀翰 吳耀翰曾經演出五福星系列的電影走紅 並且活躍在影壇擁有無數的代表作 但是他在10號的時候 被人傳出已經離世的消息 而家人稍早就在同學軟體 證實了這項噩耗 說在昨天的時候 已經趕到了醫院 見他最後一面 吳耀翰享受83歲 這是我們剛剛說到的最新消息 那接下來要帶大家持續關注到的是 台中某高中二年級的男學生 他是疑似遭到學校師長霸凌 因為不堪長期受入 今年二月的時候 他在家選擇了親生身亡 引發了網路的輿論熱議 而目前涉案的相關師長都已經調離了限職 但是全案仍然在調查當中 而教育部長潘文中今天早上就表示 說教育部現在已經組成了專案小組 要到台中進行調查 預計最快在四月中旬 就會有調查報告 當時候將會對需要究責的人員 以最嚴厲的方式來做後續的處理 針對台中某高二生疑似遭到師長集體霸凌 發生憾事 潘文中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 教育部非常重視此案 在了解疑義之後 就立刻組成了專案小組到台中了解 目前台中市政府 對於學校採取專案管理 也組成了以外聘委員為主的專案小組 希望可以客觀公正的調查 勿往勿縱 盡速釐清事情的真相 而潘文中說 目前這個案子還在釐清當中 預計四月中旬就會有調查報告 而在事實能夠釐清之後 將會對需要客責的相關人員 教育部會以最嚴厲的方式 來做後續的處理